咱们为什么动不动 就喜欢讲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 杨志就 他没能统一思想 所以他 他就搞不成 你知道吧 所以在最关键的时候 最关键的时候 对吧 最危险的时候 居然内讧了 对付分裂了 对吧 他就变成 孤家寡人 没有一个人听的 这个 你想想 那就是杨志的问题 所以说 为什么要统一思想 天天都要统一思想 是不是 如果你们听到 我都是 我都是自己在这瞎说的 如果你们听到 一个网上 有人说的跟我差不多 那估计就是看我的 受启发吧 杨志很多问题 我都有 杨志就是个普通人嘛 普通人都有这问题 年轻人 就都差不多吧 好高无远嘛 然后以为可以 实际不行 杨志出一个书 这样的引路人 统一思想 排除一击 不能叫排除一击 统一思想 不能叫排除一击 因为你排除不了 一击你排除不了 明白吗 统一思想是对的 排除一击 就是你把一击排掉 这个还有一击 就像汉马达老师 把那很多工资 就是打倒之后 胡义进就变成工资了 就是你看 胡义进就变成一击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汉马达和胡义进 当年一起把工资打倒了 现在汉马达老师 胡义进变成工资 变成一击嘛 一样的 你排除一击 永远排不完的 排到之后 就剩你自己一个人 没办法排除一击的 同一思想 你不要寄希望 把人排除掉 不可能的 对吧 就像这个 咱们要改变这个 比如说这个整个社会 变成一个仿罪性的 那你说把这穷人 消灭了不就完了吗 对吧 等三十年五十年 这穷人不都死光了吗 没有用的 会一批一批制造出来 是吧 明白吗 所以说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下面人少 就一两个关键人物 那简单 对吧 你就可以跟那个关键人物 苦口婆心的 对吧 去引导他 因为人少 你有精力啊 你引导他 让他自己去体会 自己去悟 对吧 如果他体会的 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那不就好了吗 那就人最高明的地方 你知道吧 这个人啊 最厉害的地方 是把自己的思想 变成别人的思想 这个你是 那你就太厉害了 就把你的思想 变成别人的思想 不能通过灌输的手段 灌输是不行的 灌输是不行的 你明白啥意思吗 所以说让他自己悟 他自己总结 他总结到了 跟你想法是一样的 那就是你厉害 这个是最高明的 次质呢 就是稍微差点什么呢 稍微差点就是 因为你人太多 你没办法一个个的去啊 你下面一百人 或者两百人 就是直接面对的啊 那你怎么去 一个个的去统一思想 没办法 那只能学习啊 只能灌输啊 只能让大家学 对吧 看书 看文件 明白了吧 辣兵 对呀 学习 学习 就这意思 就是学习各种资料 各种材料 各种讲话 那只 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个来啊 一个个的叫过来 天天盯着你 他做不到嘛 没时间 那只能 这个只能是学习嘛 没办法 进化心灵 对不对啊 然后高度统一 就这意思嘛 但是如果说 你就面对两个人 像杨志 杨志面对老都管 你他妈就这么一个人 对不对 你天天让老都管 学习什么 不需要的 对不对 你就让老都管自己 你给他备任务啊 备指标啊 对吧 你让老都管 当那个执行总裁 懂了吧 整个的 这个押运 生成钢团队的 执行总裁 对吧 这个杨志 甚至可以推二线 懂了吧 推二线 让老都管 对吧 你来管 你说了算 然后这个杨志 就天天给他 就开开会就完了 让老都管 老都管 对吧 你得拿出具体方案出来 咱们六月十五号 必须要赶到 东京太师府 赶不到咱俩都倒霉 你知道吧 对吧 一你跟那个 跟那个梁夫人 你交代不了 我呢跟梁中书交代不了 咱俩都倒霉 明白了吧 所以现在这个 千金中担就在你身上 你经验丰富 对吧 你人脉广 对吧 你资源多 你看看 咱们怎么样 六月十五号 赶到太师府 而且不能让强盗给强 就得让老都管 去提方案 对吧 老都管提的方案 如果不合理议 你就得去说服他 对吧 就得批评他 教育他 然后一直到老都管 体会到了 这个方案跟杨志是一样的 杨志说 不错 对吧 既然你也这么想 对吧 这个方案非常好 你就去干 对吧 这不就是老都管的方案吗 实际上是杨志方案 杨志的这个解决方案 他不要说 让老都管自己去猜 猜中了 都是老都管的方案 你老都管 你自己的方案 你自己的执行案 有毛病吗 没毛病 对不对 你自己执行 那下面人跑来跟你叽叽歪歪的 你肯定都骂他 对不对 这样杨志就从这个矛盾中啊 他超然失望 他最后变成个裁判的人 对吧 他可以到时候 对吧 如果这个整个的内部矛盾 不能调和了 这杨志到时候 把老都管一批评 支持这些士兵 这些挑夫 对吧 那这些挑夫 马上一开始说 哎呀 这个杨志 杨提侠 那真是盛名啊 对吧 英明 你看看他不赢两回吗 这不就变成赢两回了吗 是不是啊 他到时候一批评 这个老都管说 你做的不对 你怎么能天天打人家呢 你天天那么热 那么死赛 你也让人家赶路 对吧 这样的话 他一批评老都管 那下面人 马上更加拥护杨志啊 觉得杨志 那真是这人太好了 是不是啊 结果杨志 是把所有的矛盾 都集中了自己身上 最后就发生了 悲惨的事故 在黄黎缸上 大分裂 对吧 显然就分成两派 一派就是杨志自己 另外一派根本就不理他 整个的失效了 杨志的权力没了 杨志叫谁都叫不动 谁也不听他的 他也没脾气 这不就失败了吗 杨志输在执行力 那不叫执行力 不是执行力 杨志还是输在经验不足 就是他有警惕性 他有警惕性 他知道土匪多 强盗多 但是他没有办法 区分土匪和强盗 明白了吧 这是他的经验不足 就是这叫智大才疏 他有这个警惕性 是不是啊 他知道这个有蒙范药 可能对吧 但是他不知道 人家这些下蒙范药 他都看不出来 对吧 人家已经那个 拿那个咬酒的那个咬子 他已经咬过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对吧 他没有怀疑 他没有生疑啊 那朝盖那七个人 一看就都不像好人 没一个像好人的 那朝盖那七个人 没一个像是客商 哪个像客商 一个个都是混合社会的 他居然他的封信 这人 人家说人家是饭枣子的 饭枣子的 做小生意的人能那样吗 对吧 这就说明杨志 他没有经验 没有社会经验 有啥社会经验啊 跑去无用于忽悠 他就啊 果然你们是 你看那个刘唐啊 刘唐长得就是个土匪样 就长得就跟土匪样的 那么这正常人一看 他觉得 这也不靠谱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有公孙盛 对吧 专身弄鬼的 远世三兄弟 那天天打鱼 那晒的那个 反正不正常 对不对 吃法鬼刘唐 刘唐 他主要连人一个大胎记 然后他主要 他长得就像土匪 朝天王是 朝天王天天练鸡肉的 练块的 对不对 看哪个像卖枣的 对吧 说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 杨志他知道有坏人 但是他分辨不了好坏 那你说 这能赖谁 是不是 就是这个说什么意思呢 杨志就像很多专家一样的 像专家一样的 你要让他说的 绝对一套一套的 对吧 但是你要让他擅手做 就是个死 没别的矛盾 就是个败 是不是 这不跟专家一样吗 他一套一套 你说啥 肯定理论是一套一套 杨志也是理论 也是一套一套 你知道吧 但是他没有实际经验嘛 他有 他有经验 他不总结 对吧 他押运这个花石缸 已经失败过一次 他不总结 你知道吧 他不反省 最终是惨 水湖很有潜力 写一文 你这么说 苍州还真有枣 苍州有枣 苍州那地方 自古以来 枣还挺出名 那个人 叫什么金丝小枣 苍州啊 反正那一代吧 反正你想 对吧 从大明府 到山东 苍州 那一代 反正那一代 苍州 金丝小枣 是吧 中秋前后有的是 对对对 金丝密枣 就是苍州那一代吧 就是 不是苍州 就是苍州 万山东啊 反正那一代 都是那一大片嘛 反正就是 产这种枣吧 所以说 他那有枣也对 但是季节不对 是不是 早说老说 对吧 咱们水湖 我念书的时候 教授说 作者不一定是 施来安 可能是几代人 凌杰修 这样的 没错 这咱们节目 一直在说 咱们节目 施来安是最后 集结成书的 你知道吧 而且他集结的 也是好几个 好几个版本吧 这有个呢 不是他集结的 是吧 实际上他很多 故事的主要人物 原型 都已经传了 很长时间了 你知道吧 而且都是那个 说书艺人的 都已经口口相传 也可能没人写过 到施来安的时候 可能施来安 把他们整个的 对吧 把他更加严密 然后给他编成一本书 然后他前后 做了这个布置 把这个故事 人物穿起来 搞这个水浒状 我认为是这样 不是施来安 自己坐在那写出来 说他一拍脑袋 接着就是干枣 治干枣干枣 那卖枣都是 你饭枣肯定是干枣 山东大枣 是吧 山东也得枣吧 反正就那一带都有枣 挺出名的一个事 实际上是个公务员 武松也许管理不行 但是任人还是可以 不 我跟你说 武松这个人呢 咱们以后说 武松这个人 除了这个 人品啊 人品问题 武松这个人 你看他押送 他给那个支县送礼 押送也是到东京啊 从阳谷县到东京 来回俩月呢 你看他一个人 带四个小兵 一点事都没有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从那个水浒 上面写武松啊 他老是让手下的小兵 给他干活嘛 要是给他买酒了 要是给他什么 买纸啊 干这个干那个 给他帮他挑行李 这武松这个人 很会笼络下面人 他很会笼络我们知道吧 他给人钱 他笼络那些小兵 就是武松这个人 挺那个 挺那个叫什么 你也不能说他情商狗 就是他会来这一套 武松这个人是混社会的 他从小就在 就叫什么 叫他叫青州吧 叫什么 他老家是青州吧 跟他哥俩人 他经常打架 对吧 打架 然后他哥就负责去保他 他动不动就被逮进去了 拘了 拘七天 或者拘多少天 他哥动不动就去保他 然后这人就 大街上就是 那不就是黑社会吗 天天打架 完了之后 有一次把人打伤了 他以为打死了 他跑了 潜逃了 然后他一直在 就是在社会上到处混 后他混到柴绒 柴绒的这个庄上 在那待了一年 武松是混社会的 他跟鲁志生 他跟杨志都不一样 鲁志生杨志 他是大院子弟 知道吧 他们世代都是军官 对社会上这些事情 他了解不是太多 他肯定也了解 对吧 但是确实 坏心眼没那么多 了解也不多 杨志你看 杨令公之后 而且他从小就是五举人 对吧 那都是 这些就是公务员 然后就是部队的军官 那是 对吧 大院长大的 那个鲁志生 鲁志生更是了 对不对 社会上很少混 所以大院的 他那个一套做法 武松就是个草根 你知道吧 武松是典型的草根 凤凰男 凤凰男 对吧 经过社会的毒打 经过社会的毒打和洗礼 所以他懂得特别多 所以说你看 他在路上 谁想欺骗他 根本骗不了他 火眼金睛 对吧 那个孙二娘拿蒙汉药 想把他要到 人家马上就知道了 对吧 他一看就知道 这里面有问题 十字坡 一个什么大树下面 那个地方开的就是黑店 对吧 然后他 那个别人拿包子 送在 把包子叫馒头啊 别人拿 直接往嘴里塞 他把掰开看一下 包子里面发现阴毛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立马就知道 你这绝对人肉 但是他 是吧 武松 武松说 他就骗他 你知道吧 说你这还有没有更好的酒 那个孙二娘说 有 倒是有 但是那个酒啊 味道不一样 纯 但是有点浑浊 实际上他是加了 蒙汉药之后 他有点浑浊嘛 武松说 不要紧的 这要好喝就行 浑浊一点就浑浊一点 孙二娘一看 哦 还有自己自投罗网的 我靠 这种从来没见过 他自己要喝蒙汉药的 对不对 要 那那孙二娘呢 没办法 只好含泪 对吧 到厨房就配药去了 他在这么好的人 自己自己要喝这个 配完药这个送过来 那武松那也不喝啊 他那两个 那两个工人呢 那两个压缩的人 当时就喝了 一口干了 武松呢 一看这个酒 就知道有问题 他不喝 他说啊 对吧 你给我再切点牛肉过来 他把那孙二娘 孙二娘就去切牛肉啊 又又转身走 他把那酒倒了 然后假装喝了 他说好喝 好喝 然后孙二娘一看 行了 孙二娘说倒倒 他一看倒 是吧 然后武松真倒了 武松骗他嘛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武松这人 他一路上啊 他跟那个杨志 跟那个鲁之声 完全不一样 他就是个人精 他就是个人精 人情世故 他什么都懂 他就是底层成长起来的 摸滚爬打 铁锤锤出来的 武松用生成肝 那绝对没毛病啊 武松要压入生成肝 那绝对比杨志强 不可能出事了 对吧 武松就是个人精啊 他你看他啊 他请那些邻居来作证 来作证 他请那些邻居来 来现场见证嘛 请那些大威来 来见证他 他要给他哥报仇嘛 要杀那个潘金莲 是不是啊 你看他 他那做的 完了之后 杀完之后 他处理他的手法 说明武松这个人 非常非常就是 非常讲究 该给钱给钱 对吧 该威胁威胁 这个动不动 把刀拔出来 往桌子上一插 是吧 该威胁威胁 然后该给钱给钱 就恩威兵重 就这人 这个人办事 就是那种老道 你知道吧 老道 你官威胁也不行 官高压是不行的 官利诱也不行 和尚会的派对 所以武松这个人 武松是 对吧 但是武松 你知道武松这个人 不正经啊 武松这个人 不正经啊 知道吧 调戏孙二良 他调戏孙二良 调戏那个 蒋门神的老婆 对吧 他也 我觉得他对那个潘建莲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他跟潘建莲啊 不是那么简单 然后他一路上 他对吧 还有那个谁 战斗坚 战斗坚送了个丫鬟 给他玩 那叫什么 金玉还叫什么 是吧 然后他 这武松这个人 反正这个 这个武松这个人 确实有 有点问题 你知道吧 他先把人家认真妹妹 然后往来再跟人家 我说那你这 这不是什么癖好 对吧 战斗坚那个是吧 他先接为兄妹 往来这个的时候 两人要怎么样 一生一世 我说这 我总感觉这人 这武松这个人 有点问题啊 对吧 你战斗坚送个女人 给他你长得挺好的 你也喜欢 那就对吧 那怎么着都行吗 非先接为兄妹 往来之后 这么搞 对吧 这么搞不太不太合适吧 是吧 是有点不大不大对劲吧 不大对劲吧 他给他 他给潘建莲买衣服吗 他给潘建莲买衣服啊 潘建莲以后咱们再说 潘建莲是个无辜的人 潘建莲是无辜 潘建莲跟鲁志生 两人是一样的 他正好两个相反 对吧 潘建莲跟鲁志生 正好是反向发展 人性啊 潘建莲也是爱而不得 最后自暴自弃的嘛 鲁志生也是爱而不得 最后上武台上嘛 潘建莲是 潘建莲刚开始 潘建莲非常那个贞杰啊 那个财主想得到他 就把他纳为小的 潘建莲不同意啊 潘建莲跟他 跟那个大老婆说 大老婆最后 就收拾他那个财主 后来财主为了报复潘建莲 他把潘建莲嫁给那个 吴大兰 就是惩罚的你知道吗 而且他倒贴吴大兰钱 是吧 倒贴那个嫁妆 不禁不要财礼 不要这个什么房子 不要车子 他在倒贴 把潘建莲倒贴给那个吴大兰 是不是啊 没有任何 没有财礼吧 没有财礼啊 什么都没有任何 而且他财主的倒贴 他就是为了惩罚那个潘建莲 不从了他 潘建莲宁愿跟吴大兰 都不跟那个财主 说明什么 说明潘建莲是个 很贞洁的一个女子 不是随便的人 如果他是个随便的人 他不那就跟那个财主就好了吗 对不对 有的是钱 是不是啊 那个做个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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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泼西啊 还有那个金翠莲 他必起医生的梦想 不就是想给人做个小老婆吗 天天到处骗人 到处这个 对吧 讲故事 不就想做个财主的小老婆吗 潘建莲 人家就有了机会 对吧 财主已经看中了 他不从 所以他比那个 什么金翠莲 什么 什么盐泼西 对吧 那人要高善得多啊 是不是高善得多啊 因为我一分析 你们就挺明白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这么一分析 你们就明白了吗 那为什么后来 盐建莲变成那样呢 对吧 跟西蒙庆 他就是跟武松之间 暧昧嘛 这个也是爱而不得 这个人生过岸 世界过岸 发生变化 对吧 破关子破摔 如果有人 当时给他点播一下 让他去尼古安呢 当个尼古 他也跟卢志生是一样的 最后也称服 但是可惜 没人点播他嘛 这个只好沉沦 知道吧 是吧 惨死在这个 那个手上嘛 是不是这样的 那盘建莲 盘建莲做错了啥 武松给盘建莲 送衣服 对不对 是吧 武松给盘建莲 送了衣服 对不对 让盘建莲产生误解 就是说他本来有非非 他本来就是 想如非非 对吧 你想啊 武松是人见人爱 女的都喜欢他 水浒山 只要是女的 看见武松 好像都挺喜欢 武松这个人呢 长得英俊 高辣威猛 关键有劲啊 是不是啊 老虎都能打死 老虎能打死 那虎边 是不是他吃了 都不知道 对不对 反正这人厉害 肯定虎边不缺啊 反正水浒山 女的都喜欢他 是吧 看见他就喜欢他不行 你说盘建莲 喜欢他太正常了 对吧 一个女的 然后他五大狼那样 对不对 他喜欢他太正常了 然后结果 那就是暗恋嘛 对吧 暗恋 本来这个道路约束 也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 你武松 为什么给他送衣服呢 对吧 给他大嫂送衣服啊 送了衣服 人家才缠送误解 觉得这个 是不是啊 感觉可以发展一下 是不是啊 可以发展 那女孩子不就这样吗 对不对 他本来喜欢你 完了之后 你还给人暗示 你还给人家送衣服 那你这不就是 反正我觉得有问题啊 你知道吗 他搬到人家住 你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 武松这个人 如果说再正派一点的话 他应该搬走了 对不对 你看不对啊 这个嫂子还有问题 对不对 你不能这样 这样呢 你现在说插足 第三者插足了吗 你跟你大哥不能弄了 怎么弄啊 是不是啊 那你主动搬走 不就完了吗 你又不是没地方住 人家县里面 给他安排了 那个公务员宿舍啊 对吧 而且他小兵服侍的 他不是说没人管 他在县里那个 集体宿舍啊 对吧 人才公寓啊 他是有小兵 给他伺候的 端茶倒水的 给他搭洗脚水 做饭 早上做汤 是有人伺候的 你为啥 给你嫂子搞一块吗 对不对 你二二去看一看 不就完了吗 买点东西去 对不对 你非给人住一块 完了之后 而且知道他嫂子 对他有意见 有意思了 他还不走 他还享受这种 对吧 这种叫暧昧你知道吗 完了之后 还给人送衣服 我跟你说 武松绝对不干净的 这个绝对不干净 不干净啊 是有勤务兵的 他一直 他后来把勤务兵 带到那个 带到武达兰家去了嘛 他跑到武达兰家去 他安排两个勤务兵啊 武松绝对有问题 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 武松至少占一半的错误 一半以上 他如果搬走了 不就没事了吗 对不对 那你看 大嫂这个误解了 对不对 哎呀这样不好 对不对 对不起大哥啊 他搬走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非住一块啊 住一块 没道理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他不仅没搬走 他给他嫂子送衣服 对吧 送那个 那过去送衣服 可了不得 对不对 那衣服啊 那是送了什么 什么绸缎嘛 对不对 那你说潘金莲多高兴啊 那潘金莲不就受误导了吗 觉得这小叔子 对他有意见 有意思啊 是不是 擦枪走火 不是 主要是误解了 误解了潘金莲就认为我 那你不说 对不对 那对吧 你不表达 对吧 你只要迈出第一步 生涯的99步我来做吗 不就这意思吗 对吧 你武松迈出第一步了 那生涯99步 潘金莲了完成 所以他就主动的 对吧 又是请他喝酒啊 对吧 又是那个摸他啊 对吧 又是 又是这个 总之啊 就是最后表白了吗 表白那武松 武松他喜欢那种 暧昧你知道 他不喜欢玩直接的 你知道吗 一表白他就不高兴了 他马上就翻脸了 他就跟那个 跟那个 那个张多坚 给他送他的丫鬟也是 他就喜欢人家先兄妹相称 你知道吧 玩这种感情 玩这种朦胧 朦胧你知道吧 你不要说直白了就不行 朦胧的可以 对吧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 玩直接的 什么直接上来就喜欢 然后往上去开房 什么 他不干 这种他玩不了 他喜欢玩这种朦胧的 你知道吧 就是感觉有点像那个 感觉有点像那个柏拉头啊 柏拉头的这种爱情 你知道吧 是吧 他就这种感觉 所以他是一种精神疾病 你知道吧 应该是一种精神疾病 完了之后他 对不对 他喝了他把气 杀了他哥身上 他搬走就搬走嘛 然后他哥问他 然后他也在那 反正武松的说法都不对 你知道吧 这一切武松是可以阻止的 可以提前阻止 武松这么精英 对吧 人精 他能不知道吗 如果说是鲁之声 我还能相信 因为鲁之声这人 对吧 这个情感经历比较差嘛 对吧 没有什么经验 武松可是有经验的 经验老到啊 结果他 他应该知道这个后果 结果他放任后果发生 这个就是有问题 是不是 他应该采取措施 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他没有 而且他有能力阻止 他也不是没能力阻止 所以我觉得武松 要承担一半以上的责任 你知道吗 最后潘金莲就沉沦了 你看他书上描写 描写武松跟四二两两人 他调戏四二两 他调戏四二两人知道吧 他问四二两 他说 就你一个人呢 在那店里嘛 四二两人说 我还有老公 对不对 然后武松说 那你老公呢 四二两人说 我老公去山东 出差就了 反正是 然后武松就说 那你挺寂寞的嘛 他就说 孙二连挺寂寞 孙二连心想 孙二连就心想 这人他死到临头了 还是色情这么大 你知道吧 真是色胆包天 死到临头了 还这样 他就调戏孙二连 完了之后 打的时候他也是的 对吧 跟孙二连 他把孙二连一把抱住 西凶 西凶啊 对吧 完了之后 把孙二连压在地上 反正你看他描写 总之都不正常 感觉是要强奸孙二连 后来被他老公看见了 蔡元的詹青啊 看见了 吓着 詹青 再不喝止 詹青啊 再不喝止 那孙二连 恐怕要变心了 你知道吧 孙二连都已经有 恐怕都已经有感觉了 你知道吧 武松很厉害了 后来这个 后来后面 你看詹青一介绍 马上他马上就好了 那个那个 孙二连马上就给武松道歉 武松也给他们道歉 两人开始没来眼去了 你知道吧 马上就已经没来眼去 詹青也不在乎 没臂没脸的 你知道吧 是不是 看没看 孙二连 孙二连他是故意打扮的性感 他不是为了更多的招揽客人 然后做人肉包子嘛 对不对 对吧 肥的做肉馅嘛 瘦的就天和 对吧 对啊 武松男性魅力非常强啊 那个叫什么 张都坚 张都坚把那个玉兰 对吧 送给他 你看看 说我这几天读原著 讲给老婆老妈讲 能怎么样 詹青本来和孙二连 就是善业合作 孙二连 对 对 詹青本来是 好像是走江湖的吧 碰见孙二连他爸嘛 孙二连他爸好像就是打劫的 土匪还是怎么办 不太清楚啊 反正好像是这样 然后那个 然后他就 他就跟詹青两人切磋 就是詹青这人 可以培养 以后是个打劫的好苗子 对吧 是个打劫的好苗子 加以培养 然后完了这个 他觉得不行 觉得这哥们可以 把女儿嫁给他 把孙二连嫁给他了 对吧 是这样子吧 然后他两人变成革命夫妻嘛 就是以打劫为主 詹青 对对对 詹青是蔡元子詹青嘛 他是把一个什么 把一个寺里面 菜园子给烧了 把一个寺啊 那个寺好像是 他们之间有矛盾吧 有矛盾 然后詹青一怒之下 把人房子给烧了 把人寺给点着 就这么一个人 詹青入坠到黑了 没错 就入坠到那个 到那个谁家族 孙二连 孙二连他爸就是 就是那个 对吧 祖传的打劫 要不然下蒙海耀 那么熟练的 祖传打劫 对呀 武松肯定是 我觉得武松是 这个 说到这里啊 我们说说这个 一个关键人物 叫王婆的 对吧 王婆这个人 其实 王婆这个人 其实应该 好好说一说 王婆这个人 大家都叫他干娘 武松也叫他干娘 武大也叫他干娘 西门镜也叫他干娘 对吧 大家让人看见 都叫他干娘 干娘 干妈呀 王婆这个人 值得说到 王婆才行 这么说吧 王婆可以说是 最早的 有历史记载的 当然了 这是小说啊 最早的小说描写的 马农 第一代马农 就是王婆 对吧 王婆那个逻辑啊 对吧 我觉得王婆 搁在现在 绝对是个 非常优秀的马农啊 第一代马农 这个叫思维导徒的 鼻祖 开山鼻祖 思维导徒啊 开山鼻祖 对吧 最早的这个 心理学专家 王婆啊 王婆的那个 对吧 分析能力 他不比无用差啊 对吧 他只是把他的智慧啊 用错了方向 如果他用在这个 国家大事上面 他比那无学就要厉害 那当然 你现在好多写代码的人 那个分析问题能力 不一定有王婆强啊 对吧 王婆是第一代马农 这个思维导徒 那绝对是 开山鼻祖 对吧 心理学专家 我觉得他的才智 在无用之上 他只是用错了方向 潘虞邓小杰 那是他的总结吗 对吧 说明他尚是总结啊 尚是总结 王婆懂人心 所以说他是 那个心理学专家啊 大狼他都算计杀了 就是乱路算武松 制作性王婆 嗅觉极端灵敏 知道周围人要什么 书我讲水浒故事 他们爱听 可不可以开个号 谁爱听啊 所以金莲真的很难勾引 没有王婆就不会出轨吗 王婆和出轨啊 这个应该没有必然性 我们说王婆这个人 最后啊 还是王婆承担了一切 对吧 王婆是个悲剧人物啊 这个杀死潘金莲 杀死西门庆的 凶手是谁啊 凶手是武松 但是最后 武松只是赐配孟州啊 对吧 打四十架 送到孟州 王婆呢 是临迟处死 这个也反映了 这个作者施兰安呢 这种他的心理 反正十分不健康 我知道啊 作为施兰安 作为说书人呢 把王婆说得狠一点 对吧 让他惨一点 这样流量高 你知道吧 听众啊 解气 爽文嘛 对吧 武松没事 王婆千刀万剐 凌迟啊 是吧 所以说施兰安 是懂流量的 懂了吧 是吧 最早的搞流量的 鼻祖也是施兰安的 说评书的人 知道怎么样去 爽文嘛 让大家觉得 听得过瘾 把王婆给活 骑上墓驴啊 要逞恶扬善 扬什么善 逞什么恶 哪什么逞恶扬善 这就是爽文的 就是满足队 满足大众口味 这样有流量的 如果说这个王婆 就判了个无期 是吧 赐配什么苍州 那人家就不看了 觉得没意思 所以你看搞流量 吸引眼球 那过去古人也这么干 爽文 爽文 施兰安就写爽文 对不对 书我对象和老妈 很喜欢听 那你听着玩 跟他们俩讲不就完了吗 你开什么账号啊 就你 你媳妇 你妈俩喜欢听 你还能找出第三个人 喜欢听吗 对吧 但凡找一个不认识的人 听一听 看她能不能听 对吧 你妈 你媳妇爱听 你天天关着门 在这房子里坐着 听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啊 你何必还 脱骨子放屁呢 搞个账号 你说给谁听 对吧 你得找个不认识的人 或者不熟的人 你让她坐在那 能不能听你说半小时 如果说大家都爱听 那说明你可以 有办法 那你媳妇 你妈 你说的不好听 她也会不好意思 说你 对不对